这路好长 太到了 怎么走了这么久 太到了 真的有个镜子 傅娟女士 请面向镜子 准备重返你的少女时代 在这边 镜子后面尝了什么吗 镜子后面尝了什么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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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开来看的时候 就觉得哇 是我戏里的角色 我自己还是觉得 我的人生命是很丰富的 突然你是那个人的 那个角色就出现在 在你的面前 是觉得很开心 其实在妈妈的半辈子当中 她很多时间 都是在剧主角度度过 然后真的能感受到 她每一次谈论她的戏 角色的时候 她是非常有热情 以角色和年轻的傅娟 去对话的话 可能会有更不一样的感受 所以就最后选择了 两个她的比较经典的角色 我从小就知道 妈妈是一个厉害的人 她很漂亮 她很厉害 她很棒 这个部分我们俩就想要扮成 妈妈以前的角色 在妈妈面前 也要慢慢回想起 她是女主角的时光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你怎么长得跟香香公主那么像呢 还是你就是我 对啊 我就是香香公主呀 那这位呢 她是阿伯格公主 阿伯格 她是一个格格 格格 对 你生性调皮捣蛋 然后 但是这不是你 这个是恶毒 我们今天她扮完妆之后 欣安姐就说 你这样子 很像欺负你妈妈的那一种 作为你的女儿都跟你有一点像 但是今天扮上了之后 就发现好像也不是很像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有点好笑 真的 就是妈妈才是我们当中最美的 对 好 那我们今天有五个问题想要问你 请你准备好接受我们的提问了吗 嗯 OK 请问你远过的角色当中 最喜欢哪个角色 选我 你要选我 我没有选我 选我 我真的都喜欢 不行 好 但是我觉得 我会选 阿伯格 你才对了 讨厌 不是说 不是 是因为阿伯格 只是我这部戏的其中一个角色 但是我一个人演了两个角色 我昨天说了跟你一模一样 我说我妈妈 我猜我妈妈会怎么回答 我说大胆猜猜猜她会讲公主吗 不是她当时有演一部剧 然后她那部剧就是一人饰演两个角色 然后她当时就觉得 好烦 因为要演那么多场戏 但后来就从那么讨厌的几场戏 竟然没有我 我赌她我一定会讲这个故事 好 对 香香公主你好厉害 你把她的故事讲完了 我还穿在当你的角色 对 是的 你是不是想这么说 是的 真的 来 下一题你准备好了吗 对 哦 准备好了 请问你总共谈过几场恋爱 算一下 这样再一边说吗 这么多机器 不只是这么多机器 后面还有很多观众也会看到 你算一下 我一共谈过三次恋爱 包括你爸爸 包括 所以你总共前面有两个男朋友 然后才碰到我爸 他中间跟我爸分手 所以爸爸是你的第一个男朋友 不是 第二个吧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是他是 我学生时代有一个男朋友 二 然后呢 三 然后二 我跟你爸是 认识了之后 很快就分手 就没有在一起 那你是愿意智慧多少 好 第一次失恋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我没有失恋过 都是你把人家甩的 不能这样讲 分手了还能做朋友 就是还有暧昧 所以他们才能复赴吧 没有爱给你 第一次对我爸心动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那个时刻 就对 那个时刻 你跟爸爸在一起 谁先告白的 我们认识的时候 就二十一二岁 后来我们是十一年 认识了十一年才结 他后来反正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 他就说 可是我有预感 你会嫁给我 我心里的OS就说 谁要嫁给你 嫁给你怎么那么倒霉 对 真的 我真的这样想 他只有倒霉的是你 对 开玩笑了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就觉得他很帅 真的就是 但觉得这个人有一点 有利有期 就是他太爱说话了 他很会逗女生 他会追女生 真的 你们不觉得吗 我没看过他追女生 对啊 什么 我不觉得 我真的不会觉得 我没有没看过 他有什么追你的那种 他就会每天要打电话给你 跟你讲什么笑话 然后他也会那种 送花 他很会送花 对 就是有点看笑话的心态 就觉得 妈妈以前没有跟我讲过 就是他不想讲 可是今天在节目上 就没办法 他就一定要讲 对不对 我觉得 好 各位 其实两个人都很开心 那上次我们把那个你的男朋友 请到你的生日现场 那就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对啊 初恋 是不是这很好笑 你们怎么会做出 这么让人惊喜的事情 然后还请他上台 然后最好笑的是说 我大静视野 然后他在台上讲话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真的假的 而且因为你们可能 已经有几十年没见了 对 他也很可爱 他还带他儿子来 他带他儿子看他自己的 初恋女友 就完全没有尊重我爸的意思 哈哈哈哈 没有 我觉得很好玩 就是因为 我们认识的都是比如说 有了我之后的你 嗯 但是呢 如果 我能把一个 就是在很小年纪的 傅娟认识的一个人 请到现场 就好像有点像穿越了吗 好 你回家都让我们很满意 所以我们就放过你 好 还有问题 请问你在当妈妈之前 有没有想过 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的妈妈 我没有设定一个立场 要成为什么样子的妈妈 但我觉得 我肯定会是做一个 很爱孩子跟支持孩子的妈妈 我觉得我也一直都是这样做 对 成为妈妈之前的你 有没有想要跟 妮娜弟弟说什么话 即兴一下 嗨 谢谢你们选我做你们的妈妈 我一定会好好爱你们 希望你们有健康 平安 快乐的人生 对 然后永远都可以做自己 想做开心的事情 耶 我在这里 妈妈其实也是我外婆的小宝贝 她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 只是说她当妈妈之后 她要负起很多的责任 当我和少女的附近更多的交流的时候 是不是我能更带入 作为她本人 而不是作为妈妈的一个角色 去体谅她 去感谢她 去爱护她 其实我感受到更多不一样的故事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 又是朋友又是闺蜜 然后又是妈妈跟女儿 女儿跟妈妈的那种感觉吧 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也都不太记得我自己的事情 好像记得都是他们的事情 尤其现在看到他们都已经长大了 那更会觉得说 我的可能从此刻开始的后面的人生 我希望她又可以是 变化成另外一个样子 找回自己 那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 张妮姐的《少女时代》很精彩 70年代末 80年代初是台湾电影 电视剧 音乐全面发展的时期 也是这个时候 一位星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第一 放了楚天忠之后 不能再把她抓回来 嗨 大家好 我是傅娟 好美啊 傅德泽和鱼蓉贵的女儿 你真的像爸爸 1962年 生肖鼠龙的妈妈 在她22岁的时候 生了一个鼠虎的女儿 我的爸爸太帅了 真的 这个绝对影响了我长大后的择偶条件 而爸爸妈妈给我们兄弟姐妹的爱和无条件的支持 也是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庭后幸福的标杆 16岁那年 我和电影公司签约 你 你答应要还我的金书呢 生肖 什么呀 还弹竖琴啊 钻戒 钻戒 这么贵的东西 你买它就什么 我不管看 什么话 我觉得我的人生很幸运 演员 歌手 主持人 我的少女时代 是丰富又多元的 哇 这张超美 好美 我热爱我的工作 正好我的工作也是我的热爱 我想告诉每一个女儿们 我觉得人生最棒的一件事情 就是要做自己热爱的事 也想要告诉所有的妈妈们 发掘出孩子的热爱 帮忙他们完成梦想 你的支持将是她前进的动力 我爱你 三妮姐姐今天哭了吗 三妮姐姐今天爆笑 我笑 我好开心 走上在自己前面 想说在干嘛 然后就还没打开 我就笑了 因为这样很好笑 对 因为今天娜娜 娜娜还在说 说妮妮的说 你这个好像个泰国的 哈哈哈哈 我们当时就笑喷了 然后没有重点是因为 因为我跟娜娜不是在那个镜子 拍了很多画面吗 然后我就在镜子照镜子 我后面一直 哈哈哈哈 对 对 对 她会好害怕 你是干吗 你真的长得很可怕 哈哈哈哈 啦啦啦 所以我一打开门我就笑了 当然 我可能第一秒钟 我就知道他们在办什么 但是我的脑袋就像那你知道 很多的那个OA 画面就跑出来了 哇塞 这个头发是弄太久了吗 这里整个都 就开始 哈哈哈 就说 就专业 对 就觉得说 哎呐呐呐 你这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线 你是在毁我吗 哈哈哈 你在毁我的少女时代吗 对 那个人就一分那 啊啊啊 好多 好 受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满脑子OS 对 满脑子 弹幕你知道吗 满脑子的弹幕 哈哈哈 我跟你说 今天带这个东西 是我 这一趟旅程最不舒服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我就开始佩服各位演员们 我想说天哪 我妈之前怎么带着这个拍戏 欣燕姐怎么带着这个一直工作的 我只带了一下下 我就痛苦得不得了 她今天来到休息室哦 她整个人这样进来的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说你也落枕了 哈哈哈 不是这环传里那个 后来的皇后落枕了 你都没有落枕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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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说 我看到她们两个傻里呱嘀 那个样子 傻里呱嘀那个样子 哈哈哈哈 傻里呱嘀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因为我拿到乐朴了 陶老师 你怎么这么取笑我啊 啊 陶老师 陶老师 你看 你看 你自己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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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第一次看唐老師笑得這麼開心 唐老師 唐老師笑 真的好看 是那個表情 對 因為唐老師捉弄我 我沒捉弄我 你那個 真的特別好看 你就是特別漂亮 就是她表情 你不要再說了 唐老師 特別漂亮 她那個表情特別好笑 唐老師你修練一點 不能再說了 對 好 好 喇喇 我是因為裝扮好之後 我們中間等了一會兒時間 然後我們三個在那個睡覺 睡得東倒西歪 然後我這個線什麼的都 頭髮都出來了 對 反正我一看她就說 姐妳可以把她那頭髮 就覺得那線也是亂七八糟 真的覺得很好笑 我的少女時代不是這樣 真的 我們是很有靈氣的 然後又有什麼 什麼意思啊 沒有 沒有 我覺得主要這個環節很好玩 的是我們問了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一些 算是不知道的問題 小問題 比如說媽媽交過幾個男朋友 這樣就可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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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沒有問這些嗎 沒有 我們的問題是自己問的 自己問的 是自己想問的 自己選的 她總共交過三個男朋友 我就說那就是我爸是第三個 她說不是 我爸是第二個 所以她就是 她的順序是 一 二 三 然後有二 我說 是不是 這段故事很精彩 好厲害 桑妮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研究過 媽媽身高這件事情 我記得我媽好像 162 163吧 現在沒有了 我上一次去體檢的時候 161 你還變矮 喝水了 我記得也是 媽媽年輕的時候應該是 159 現在好像也 矮了 矮了很多了 我自己是覺得 年輕的時候真的 自己的體態會比較好 還是年紀比較大了 我覺得也許是 蓋流氏 所以其實我覺得 可能不只小孩要補蓋 大人其實好像也是需要補蓋 媽媽說她自己變矮了 我就會覺得 人不就是要這樣子 長高後停下來 就不會變了嗎 我才發現說 哇 原來媽媽陪我長大 可是她自己卻在 逐漸地就是 失去很多東西 大家可以往我們這棵樹 這邊看一下 我們上面掛著幾封 非常漂亮的信封 這裡面承載了女兒們 非常豐富的感情 好 你覺得要寫 什麼角度寫 就想寫什麼寫什麼 寫什麼其實 親愛的媽媽 希望媽媽就是健健康康 陪我很久很久 她們一家還挺好玩的 自己念 自己寫的地方自己念 對 我們倆都合理寫的 親愛的傅娟女士 佩佩 Sunny 小桑 妮娜的媽咪 你好 很高興與你開啟這段 屬於媽媽和女兒的雲南之旅 你開心嗎 希望你和我們一樣開心 這是這麼多年以來 第一次以小桑的身份 出來遊玩 還結交了許多新朋友 其他媽媽都很喜歡Sunny 並且把你當成榜樣 我們非常的驕傲 就像我們說的 希望這一次的旅程 你能找回你自己 在這幾天中 回憶起很多小時候的往事 你對我們無私的付出 和陪伴是無價的 小學時的早餐 是你親手打的蘋果汁 蔬果汁 每天的髮型 都是你精心編的 這麼多年 都是為了我們而活 不知道 小桑沒有我們的人生 是怎麼樣的 會不會可能拍了更多的戲 演了更多的女主角 唱了更多首好聽的歌呢 希望你沒有後悔你的選擇 希望我們的人生 充滿更多愛和溫暖 We love you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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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Mommy Bye, Nini and Nana Thank you,謝謝 好感動喔 很開心,真的 然後我也覺得 直接讓我回去看他們 扮那個樣子 我自己是覺得自己 年輕時候的少女 時代還滿精彩的 想到這個就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沒有什麼感傷的 因為不會遺憾也不會後悔 我覺得人生就是這樣 到了某一個階段 就換成另外一個東西 然後我覺得 我也非常開心 我生了三個這麼可愛 這麼貼心的女兒 所以一點都不會遺憾跟後悔 唯一有一點點小遺憾就是 弟弟沒有來 對,就是因為如果他在的話 很好我們兩個可以遺憾 就在場就是 我們家不用人就能說話 他說話又好 我也應該可以遺憾 他一個人就可以把大家 所有的話都說完了 我今天發現了很多媽媽和爸爸 談戀愛的八卦 我覺得這真的 太好玩了 第一次對我爸心動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那個時刻 對,那個時刻 你跟爸爸在一起誰先告白的 所以爸爸是你的第一個男朋友 不是,第二個吧 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他是 我學生時代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呢,三,然後二 我跟你爸是認識了之後 很快就分手,就沒有在一起 那你是願意住回頭到 等我回台北 我要來跟我爸爸和諧一下 這些故事 我爸爸他更愛講 所以我要讓他跟我講更多 媽媽 對,媽媽以前 談戀愛怎麼對他好奇蹟 我想像不到現在 Dear,你您心甘 今天見到了阿伯格格格 我媽媽生命中的一個角色 再一次出現在我的眼前好驚喜 又讓我有了許多美好的回憶 谢谢你的装扮 真想你可以穿越时空 看到那个时候的我 少女时代的我 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 一起当哥哥 妈咪 爹娜娜香香公主 看到有点头发乱乱的香香公主 忍不住想要帮你整理一下 爸爸 爸爸 有点乱又要中间等了 又要睡觉 也不断的想和你们拍照 这是第一次我有如此强烈的欲望 想和你们拍照 要拍下你们扮演我扮演过的角色 回忆起我演的每一个角色 也希望之后你能喜欢你演的角色 另外沈真真可爱 永安梦真好看 妈咪 当然我觉得有很多新发现 但是我觉得这点是今天 在扮演妈妈的当下 最 就是最深刻的感受 就是原来妈妈年轻时 比我们漂亮那么多 因为 在我们还原的时候 就觉得没有妈妈的十分之一美 作为你的女儿都跟你有一点像 但是今天扮演之后就发现 好像也不是很像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有点好笑 真的就是妈妈才是我们当中最美的 对 所以真的感受到她年轻的美丽 今天你对女儿的了解有几分 今天从91分加了2分 这两分给的是谢谢她们在看影片时 给出的尖叫和爆笑 传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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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更了解说 哦原来她们看妈妈的少女时代的时候 是如此的欢乐 今天给自己下档车 也是谢谢她在观看影片的时候 给出的尖叫和爆笑 原来她们对她妈妈的过去 是采取如此幽默的态度 可能我们的彼此又更增进了一点 来 多了 0.2分 0.2分就是给这个八卦的多分 就是八卦不能值太多分 所以我们就只给她0.2分 完了 分数越来越高了 我给出的分数呢 我给出的分数呢是95分 我觉得当妈有一点其实挺崩溃的 就是你不想让孩子走弯路 但是我觉得聪明的妈妈 就有时候要让事实让他们走弯路 我常跟她们讲说四个字 叫无欲则刚 我超喜欢这个 对 我就是always告诉我自己这个 她跑去我之前 跟别人讲说我根本不想考 她就会觉得 万一考不上狮子座 她觉得没有面子的事情 但她事实上她会偷偷脸 她跟我有点像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娜娜不会演戏 因为她太小了 得到了太多了 昨天都说王落单 你说你想要结婚 怎么能让有个落单呢 你才能想到 对 真的吗 你看 因为我们都聊得很开心的 对 而且我跟她说 我说妈妈 我们孩子看到吗 没有人打扰我 我们可能也可以 一直想到晚上吧 我觉得单单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我的女儿要成熟很多的人 可能我们有很多的 类似的想法 是可以聊得很开心的 这点其实是跟自己的女儿当中 是比较没有 嗯 让我有点东北话吧 我说几个看你会不会 能不能听懂怎么样 好 谁咬的你指的是啥 谁咬的 谁会咬人呢 算惨了 你觉得吗 什么 犯铲子 犯铲子 很惨吗 上杆子 什么 上杆子 上杆子 上 对 上杆子就是爬杆子 你笑死我了 听不懂你的东北话 我教你个顺口牛仔 好啊 我们这儿嘎嘎嘎嘎冷 我们这儿嘎嘎嘎冷 东北的小鸡炖蘑菇 东北的小鸡炖蘑菇 我怎么这个怎么这么要水啊 太难了还好我没有运动细胞的 我是觉得我运动细胞本来就蛮好的 然后我的水性也很好 就是我相对来讲我就更想要多睡几次 先试一把好吧 先试一把 如果不对我再给您调整 冷不冷 冷不冷 好 看板头前方 走 松 对 关注 关注 别站 别换 别换 别往后仰 好 松开左手 左手松开 对 看我 好棒 双腿发力 厉害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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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宝真棒啊 我以为呢 让你松开走 你就把握把给松开好吗 别 别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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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松 好 松 好ق手 好帅 好帅 就是找到那个记巧了 好帅 好帅 妮妮太棒了 妮妮 可以 第一把就有感觉了 可以 很棒 很棒 是 拍吧 回來了 我幫你偷了一碗炸醬麵 趕快去吃 那咱還要做嗎 再做一點吧 完蛋了 我以為是熟的蛋 結果是生的蛋 它現在破在我褲子裡 我真聰明 我怎麼這麼聰明 現在偷了你的褲子都濕了 你擦一下快 我想說那應該就是 煮好的蛋會放在那吧 我就塞了三顆蛋 在我的褲子的口袋裡面 我走一走發現 破了兩顆蛋在裡面 說是生的蛋 你先去吃 然後我來弄吧 我在妮妮十二歲的時候 送她去了夏威夷的一個地方 叫大島 然後送她去上課 然後那時候寫日記 我就跟她寫日記說 我懷疑那個排隊洗澡的日子 就是團體的生活 可能帶給她很大的快樂 然後還從那個時候之後 她就比較 就開始越來越獨立了 她會跟你分享她的日記嗎 她是那種非常會 善於畫一個小圖 然後寫字的 給你看她的日記 你看她這個叫做 她這個畫的叫做 她畫的東西非常可愛 哇 我的爸爸是一個童心餵女的人 因為她老是和我搶 什麼辣味鮮嗎 她爸老跟她搶零食 這個爸爸看上去確實 她畫的是不是很可愛 哎呀好可愛 我喜歡脾氣好的我 不喜歡弄髮衝冠的我 哇哇 又加分了嗎 又加分了嗎 媽媽的表情跟搶零食的爸爸表情一樣 哈哈哈哈 面目猙獰 面目猙獰 對太可愛了 畫圖生動 喔 你們有ok phone嗎 還好 我現在先止血不痛 可是有流血 你面目猙獰 你面目猙獰 手怎麼了 手切到了 在哪兒啊 嗯 沒關係 因為我剛剛不知道那個刀那麼力 切完了都 嗯 切完了 哎呀 一會兒她送上個貼來 我給你那個 好 她可能要先止血 我先給你拿這種 摸一下 然後呢 貼上邦迪 深耶 不是淺的 好 拿這個你給我 好 怕嗎 不怕 我很常受傷 一下就洗碗了 沒事 一會兒再換 好 我在你那裡 好嘞 謝謝 謝謝 唉唷 哇這好好吃 唉唷 好啦 你很粗鱸 唉唷 你嚇死我了啦你 唉 三米姐被圍攻了 唉唷 停 我可以 好 有點在續馬 好 穩定 好 穩定 來 轉 右轉 好 穩定 走 小美 梳毛 好 梳毛 給你梳毛 來 梳毛 好可愛 好 可以了 來 這樣可以了 好 一 二 三 二 三 二 三 不必如何香香草 今天的那可好 哇 喜過 真的喜過的地方好白啊 感覺壞了一隻羊 看看那個 我們拍張照 然後唸一下這個任務卡 親愛的女兒和媽媽 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 你只管出發 路上自有答案 在春園灣是有一位 拿著鮮花的自駕引路人 等會我們要找一個 拿著鮮花的人 在石梅灣九里營地 有幾位露營搭子 期待與你們共度美好夜晚 請即刻開始你們的自駕之旅吧 好吧 走吧 我真的覺得很厲害 我想說能做到 就是真的去做自己 真的很想做的事情 就不管一切 把整個世界都泡在後面 就我其實也挺嚮往 這樣子的生活 雖然不一定是自駕 但是我也有想要 出去看世界的這個想法 謝謝 一起自駕 我們三個人是第一次吧 自駕對自己開車 不能是司機開 對吧 那我還是沒自駕過 我有駕照 我沒有真的上路 你想上嗎 其實這邊你也可以上 因為這邊車少 而且限速40 對 比走路快一點就行 我當時那S型後退 特別丟臉 我竟然撞到那個 撞到那個叫什麼 就馬路牙子 是不是這樣 然後我教練 當時不在車上 我也不知道怎麼聯繫他 我沒有他聯繫方式 我就眼瞅著 我後面有一個同學 在排隊呢 就我出來之後換他進 就我們得輪嘛 我就說 你好 不好意思 你能救一下我嗎 我就下車了 他上車 他也不會 然後就弄半天 好不容易倒出來之後 我教練就來了 說你們怎麼回事 我說那教練 我說那個 不知道怎麼 就怎麼弄的 怎麼弄的 他說他也是學生 你不要給人家壓力 然後人家認出來 我又覺得很丟臉 你知道嗎 真的很誇張 然後還有我們 就是有些練車的地方 就有水池 食堂什麼 在我們那個練車 駕訓班裡 就有人經常 掉到那個水裡去 整個車子到 然後我就說 教練怎麼了 他說那個學員 剛剛掉進水裡了 我說連車帶人嗎 他說 但你們很厲害 你們駕一下 我多教了一下 說掉到水裡 該如何自救 我媽媽是 副出型的媽媽 其實就有一個名字 叫候鳥式的家庭的 這種感覺 我覺得我就是像這樣子 因為你一到了杭州 所以我又去杭州 陪了她 其實我很嚮往 跟這種媽媽相處 我也想看看就是 就是金金姐她是 怎麼樣地 在享受自己的生活 同時又可以 照顧你們 愛你的一個媽媽 我覺得我害了蛋蛋 哈哈哈哈 我們認為說 我們跳到了一個 最輕鬆 我們不過去威威動物 然後結果沒想到 天啊 欸欸 你叫什麼名字 我就恩恩 恩恩恩恩恩恩 恩恩恩恩要聽話 來好全部都給我 給 給我好給 謝謝謝謝大家 來小朋友 我們在洛丹姐姐前面排成一列 來排隊 來排隊 好排隊 要怎麼忙我想餵動物 我們把這個動物 欸我們要請牠走開 走開 過去那邊 好排隊快點 來 我們到下面去 好來這邊腳 拉著手不可以鬆手喔 來牽著牽著 誰會畫畫 哪一個人會畫畫舉手 那是我會畫畫畫的很美 好走 我們現在去畫畫 來走 快點跑過來 走 很乎 我的位子 我第一名 好的 我在逞 Lebens 我坐的 那是我坐的位子 是 到底是誰的位子 誰告訴我 兜兜是妳的位子 還是她的位子 她的位子跟我們一樣 沒關係那兜兜妳坐在地上 蛤 好不好 我們是帥哥男生坐地上 好 接下來我們是不是 就是你們四個要畫畫對不對 對 好 我們來開始囉 這是水喔 我們現在這裡有四個畫板 老師 我還沒有畫板 可是多多因為妳太厲害 妳是一個街舞的很厲害的人對不對 所以多多等一下 是不是要跳舞給我們看 那我們就讓他們畫畫 然後多多等一下跳舞好不好 好 那我們先讓他們畫畫 我們幫他們忙 我們當小助手好不好 來 我們把筆子都拿出來 這是我的 好 一個人拿一個調色牌 多多妳當助手喔 好 我來 我們這個牌子就是 放在小羊的家門口好不好 妳就是大羊 妳就是小馬 妳就是大馬 可以 小馬跟大馬一起做好朋友 妳是小牛毛 妳是小鹿 妳是小鹿 好不好 好 好 乖 好棒喔 老師 她還沒開始畫 她又只畫了這兒 沒關係啊 我們等她一下好不好 多多 現在是不是 多多跟木木要為我們表演跳舞了 哇 我們要不要掌聲鼓勵 嘟嘟加油 來 我們給嘟嘟加油 加油 哇 呃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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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 很精彩 tis 走 慕慕 走 走 好害怕 好害怕 慕慕 走 來 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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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大孩子是需要食精的 是需要有很大的耐心 聽說每個小孩 都想要找到他 準備好了 哇好可愛 老鼻子來了 怎麼抓母雞啊 要上摩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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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遠都希望跟年輕人相處 而且我也不會怕年輕人 我也不會覺得我在年輕人內已經就老了 所以即使今天我跟他們玩的時候 我也覺得我跟他們差很多 對 您雙臂張開這種感覺 我們專注一下好不好 漂亮好美 可以 太美了 我覺得我自己 已經很久沒有享受 被人家拍照的感覺了 你老覺得自己老了 胖了 老覺得不想拍照 我覺得我也應該把變老的過程記錄下來 這也是一個回憶 很穩 很穩 冰冰你要不要試一下站起來 好 很穩 對 你拿出昨天那個鏡頭 什麼聲音啊 什麼聲音啊 大蛾 好多隻啊 對 東北的鐵瓜 鄧大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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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蛾 鄧大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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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哭嘎 嗨 哭嘎 嗨 男生 来 预备 开始 妈妈 女儿 妈妈 女儿 我学的多了 刚刚是这样 我比这个还夸张 我这那边一百米冲刺的 卧杰小说是有很可怕的时候 就是我不是会用假的 可是我会用眼睛这样 真可怕 这是什么 因为我姐有一些怪癖 就是她喝汤有些人不就 我吸溜 她一点都不行 有时候因为汤太烫了 就不小心就 然后她就会这样 真的吗 然后我们走过一个汤太厉害 咱们这边几位跳伞 跟你一下楼梯踩空一样的 不吓人 大楼梯踩空一样的 不吓人 不要有那个失重感 就是我不要的话 可以有什么方式 那咱们就观光 好 小棠今天是她生日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 我可以陪小棠上飞机 我跟她一起上 跟她一起 我是坚决不跳的 就好像我们五个人来 但她一个人上了飞机 然后我们在底下也不能参与 所以我当时就想说 行 那就是一起陪我姐 然后陪小棠上飞机 就给她加油鼓励这样子 你们要跳伞还是 不跳 就要不跳 就只是陪同 走 合着就我一个人跳 跳不跳 这就起着闪接着没有 很漂亮 飞到了快两千米的高度 跳在這麼高跳 我根本沒想跳 她問要不要跳 她也問我要不要跳 教練就一直有在說服我 我其實還是挺搖擺的吧 因為我就覺得 飛機起飛之後 到達了雲層的上方 陽光特別充足 天特別藍 雲也很白 然後你就好像就飄在這些雲上面 等於說好像是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去感受這一片天空 加油 我為你打氣 加油 我為她打氣 你先跳吧 我不要跳 我不要 我不要 你直接上來 我又跳 太怕 太怕了 你看感覺怎麼樣 你說我感覺挺好 我本來就是不怕高 快點得更 fuck 他可能要跑 Kok Ecuador 不要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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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싶은時候 我觉得那个光 散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做这件事情 然后 当时也想到了我外婆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人总会觉得说 好像过世了之后 他会去到更高的地方 就是比如说天上 然后我那一刻就觉得说 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果 我跳下去 我想象我在飞的时候 我就可以离我外婆近一点 所以我当时其实是 有这样的一个念头闪过 那你跳吧 看了看我的镜头 我们准备要跳了 一定要加油好不好 你怎么还要不太恐怖 你加油 我让我让我让我干开你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人在地面上的时候 很难达到在空中被风的阻力拥抱的感觉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就心里就有默默 和外婆说我想对她说的话 就是我很想你啊 希望就是我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之后 就是我这一跳 我能拥有更多的你的鼓励和 就是面对难题的勇气 我给你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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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给你帮我 你帮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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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喜歡那個 不確定性 當下我不想做這件事情 我也不想勉強我自己 我踩到地板了 好了 你們剛剛看到什麼了 他們都跳了 你怎麼沒有跳 我不想跳 我哭了 我看到他們跳我就哭了 我覺得他好棒 好可怕 他好厲害 我姐在哭的時候我笑死了 對 肯定是 如果是我 我可能就不好意思笑 但是如果是我姐 我肯定笑崩了 一般親戚的人都是這樣 對 親戚的人都是這樣 對 親戚的人都是這樣 老妹 快來 老妹 加油 加油 太開心了吧 他根本就沒事了 來了 這邊 老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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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樣 我還說你會很開心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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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竹筒 來 現在進去了 再哭 你頭髮怎麼變成這樣 好可怕 對不起 好小 好好笑 他這個眼淚 逼里巴拉的 怎麼辦 幹嘛 張嘴 張嘴 然後 閉上嘴 閉上嘴 再這樣 聽得到嗎 什麼也聽不到 就是哪 怎麼哭了 他也看不了別人哭 為什麼會有聲音 對 這是一個音樂棒棒彈在那裡 那個 那個指出了腳 你們好厲害 好可怕 就是主要是就是覺得那個 他從我面前 從這麼高的地方跳下去 然後在我面前的時候就是覺得 就是 神子的心好像終於放下的那種 感覺 他就是純屬是恐懼 他比較膽小 好可怕啊 然後他又聽到說我要跳 然後他又害怕就覺得 因為真的到那個高空中 那個引擎聲特別大 好像就是你下一刻 你就不知道你自己掉到哪兒去 他就可能當下有點害怕說 該不會見不到我了吧 還是怎麼樣 然後就反正他可能腦子 有點亂 然後他就 只能大哭 好了 吃吃棒棒糖吧 鴨鴨精 好了 乖 小可憐 你看我們就知道就是不要上 真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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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給你好不好 可以留念來 來 耶 看到我們也在迎接我的那個表情 我就知道我們兩個完蛋了 我們兩個射口了 我們兩個尷尬了 我們兩個尷尬了 我們兩個在強顏緩小了 然後我們兩個不是對視嗎 我就知道我們各自心裡的潛台詞 就說 天啊 好尷尬 好緊張 非常非常地尷尬 真的 有點不好意思去 擺姿勢啊什麼 抱中間這個點 在那兒走路 我都不知道怎麼走路了 畢竟我跟娜娜是兩個小哀人 對於這種舞臺是會比較害羞的 聽一下打招呼 擺姿勢 互動 對 好 要兩個人轉圈 不對 錯了 裁判員這是 這是評委會主席 你 老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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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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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忍不住 被她鼓掌 然後快回頭看到我媽媽走的時候 我覺得她好像很久沒有站在中心 然後感受所有人給她掌聲 這一點我覺得還是蠻感人的 最後看到大家一個一個這樣走出來排成一排 一起鞠躬 這樣很像一個是女士媽媽羨慕的感覺 最後她們就是在我表演走秀的時候還有就是在那邊吃嗎 最後還請攝像大哥跟我跟奶奶拍了一張照片我覺得人跟人就是這樣我可以感受到奶奶對我的喜歡我也想要相對回饋給奶奶 阿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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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太棒了 為你們高興 為你們驕傲 太厲害了 這麼短時間能夠 我演繹得這麼好 就是跟整個這個氛圍啊 音樂 服裝都融為一體 太厲害了 教練教得好 不敢 謝謝 然後咱們今天的舞臺秀啊 就告一段落了 但是祝你們在接下來的人生的舞臺上綻放更絢麗的光彩 謝謝 謝謝你的光彩 加油 很棒 美女 媽媽你美女 謝謝 她說美女 謝謝 她已經九十多歲了 然後我媽媽看到她的時候就 我覺得她可能想到外婆了 謝謝 謝謝 謝謝阿婆 身體健康 阿婆好可愛 我們大概就是用一些簡單的詞彙去溝通 然後我看到那個奶奶就 一直摸我的手 然後我就對那個老奶奶 特別 特別覺得 有感觸吧 就是 相對我看到這種 長輩的時候 我更 希望 當下能帶給她快樂 來 三年姐 親愛的女兒和媽媽 你們或是女兒或是媽媽 或是妻子 但 你們是更獨立的自己 這一次 所有人將回歸本我 關注自我 開啟母女幸福探索的第七個實驗 我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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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沒有這樣問過自己 好酷喔 我覺得認識自己是很重要的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回答 其實她是在問自己 妳是誰 好 妳想要什麼 女兒姐開始吧 好 我要怎麼用一顆蛋去 表示我是誰 其實這是一件很抽象的事情 然後妳這顆呢就是我覺得 全場最漂亮的蛋 因為妳是我姐姐 我覺得妳是不是最好的 然後妳內心沒有一點的雜質 我姐姐的和小唐的就是兩個大極端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像我姐姐那樣 可以把整個蛋塗滿 我喜歡把我心裡想的東西畫出來 或是寫出來 這個是玩偶的擁護者歐陽娜娜 就是我很喜歡很多玩偶 然後其他的這些花呢 代表了就是想當花店老闆娘的歐陽娜 好 然後這個呢 我也喜歡吃鳳梨這種可可愛甜甜 但是我也喜歡吃東北菜 所以我畫了一個北 為什麼妳的貓戴眼鏡啊 因為眼鏡畫得有點大剛剛 然後這個是一邊讀書 一邊打工的留學生 就是讀書 它沒有妮妮喔 沒有耶 好失望喔 好 那我現在畫一口 大家好 我是96年的歐陽妮妮 我是一個粉紅色的獨角獸 在我的粉紅泡泡裡面 我可以開心地做自己 並且每一件事情都會信祥事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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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要怎麼告訴大家說我是誰 那 我就想到獨角獸 這其實是本來剛開始是一個很悲傷的故事 以前我 國高中的時候 同學就會取笑我 覺得我長得很像馬 那當時我聽到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難過 就覺得 我明明就不像啊 怎麼可以這樣說我這樣 有一天我就看到了一隻獨角獸 那個電影是我們家三個小孩配音的 獨角獸不是也是一匹馬嗎 那 我為什麼是馬 我可以當獨角獸啊 可以當那個獨一五二 彩虹色的獨角獸 就把那個蛋比喻成一個泡泡 我在我的那個泡泡裡面 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可以解決 這就是我畫那顆蛋的宗旨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是 妮妮的蛋 她的蛋給我一種 非常的單純的快樂 就是說 她的世界當中的東西 都是這麼朦朧跟美跟浪漫的 那娜娜卻是一個心思很細的人 所以她想要傳達的東西很多 大家好 我是00年的歐陽娜娜 我從哪裡開始說呢 這是我的大提琴 因為我是喜歡大提琴的歐陽娜娜 這個 這個是一個S 因為我是 然後背後我畫了一個向日葵 因為我是陸小葵最好的朋友 然後下面還有獨角獸 是我姐姐 然後意思意思畫了一下我爸和我妹 因為我怕她們看節目 然後就是一個翅膀 因為我演的第一部電影 《北京愛情故事》裡面的劉欣揚 就是有翅膀的女生 我希望我做一個 永遠閃閃發光有翅膀的歐陽娜娜 好 我其實是一個 有一方面比較J的人 我想的都是 我的人生的不同的碎片 然後我正在不同的角色 可能是我的性格吧 沒有那麼自在 沒有那麼灑脫 我給自己貼的各種標籤 就挺多的吧 我講的最後一句話 是我對自己的一個願望 我希望我做一個 永遠閃閃發光有翅膀的歐陽娜娜 我其實每一個塗鴉的含義 都是可以用最後這一句話講解 因為這每一個小的塗鴉 其實都是造就我成為這個 有光的人的必經的過程 可能小時候我所有的中心 都放在大體型上面 站上舞臺的那一天 我覺得對我來說 是人生當中的一個小高光 所以當你小小地實現自己 一個夢想的時候 然後也開始對自己有一些自信 覺得說我以後還希望 就是可以做更多 這樣子的事情 我能做什麼 我未來還想做什麼 人生不要給自己限定 一定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本身最喜歡的顏色就是黑色 我覺得黑色就是一個 最彩色的顏色 你看進去它是摸不著底的 就像黑洞一樣 它有無限無限的可能 我覺得我對於往後的人生 其實會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和希望 所以我希望我未來的那個蛋 就越來越多各種圖案 好 大家好 我是太陽系裡的太陽 Sunny 我第一個畫的就是一個太陽 就是我自己 我是太陽 好 我就是那個太陽 帶給我愛的人 很溫暖的人 然後我覺得我也是他們的能量的來源 所以我畫了他們 但是我是用顏色來代表他們 我是粉紅色歐陽妮妮的媽媽 我是綠色代表著深深不息的歐陽娜娜的媽媽 黃色代表著勇氣的歐陽弟弟的媽媽 他們都是來豐富我的生命的 這個球每一筆我下去都是一個愛心 我的背面代表的是 我的人生不開心的陰暗的地方 它代表的是黑夜 但是我覺得即使它是天黑的 但它都會過去 因為太陽在第二天的時候又會生氣 我覺得生命就是深深不息 所以那個黏不重要 我的能量跟我的光 這些東西可以透過我的愛 傳遞給我的下一代 然後他們再深深不息的再傳遞下去 喂 我這麼特別喜歡妳這樣子的人 因為其實 怎麼講 就是我從小就會有一個框架 就是妳是負責的小孩 妳不可以這樣子 就是 怎麼了 就是我會覺得 我做這件事情 人家可以 可是 我不可以 因為 我不能 因為我從小就被大家檢視 如果 我做了 我會被罵的 人家會不喜歡我的 就是 雖然我父母沒有給我這樣子的壓力 可是我自己無形的就會 把自己一個術套 如果在我不對的年齡做不對的事情的時候 我自己會有點心虛的那種人 就是 我會覺得 我好像 不能這樣 長輩跟我們說的話 一定有他們的道理的人 對 那我自己從小就是這樣 我覺得 多少 公眾人物都是 需要一個框框去把它框住的 畢竟 我們 可以是人家的榜樣 也可以是人家的 壞榜樣 小時候的成長 現在想起來 其實也不會覺得 好像很不開心 還是怎麼樣 我反而越長大 越做自己 嗯 就是 我覺得這幾年 我覺得我特別的快樂 嗯 就是 我想做什麼事情 不想做什麼事情 我都會直接說了 那 我其實很喜歡現在的我自己 我覺得 我的各種想法 跟未來的規劃 我是 在我自己 快樂開心的路上在走的 我是誰不需要別人來怎麼定義 而是我自己怎麼定義 不管是我自己 不管是我自己 還是人家給我設限的一個框框跟規則吧 對 是跳脫出來 所以我好像也不會去想 如果怎麼樣 如果怎麼樣 反而是我會覺得說 如果未來 我有喜歡的作品 我也會想要再試試看 對 其實 某一方面其實我跟妹妹很感謝這個節目 因為 其實我們看著媽媽這幾年的 就是 陪伴 然後 也看到她 睜開眼睛 她就在 為我們 想 這個想那個 其實我們某一部分是很心很好 然後 就不可能說你在談工作 談一談 你就突然跟她說媽媽我今天 你不應該想這些 你應該是這種自己想這種事情 就媽媽肯定也會覺得 可是 我現在 每天都在替你們想 你卻丟一隻這個給我 不敢像媽媽 也不知道什麼場合可以 提出我們這個想法 透過這個節目那時候我覺得 我媽媽真是在這個節目中在 慢慢找回自己 那我跟她是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圖那個嗎 因為其實 我很喜歡獨角獸 這個東西 我以前 上學的時候 我同學都嘲笑我 他們都說我長得像媽 這可能我臉很長吧 沒有啦 還是 還不如媽 沒事都可以 然後 就是我 我就被前面講 我就會覺得有點 覺得長得像媽 好像不是一個很好聽的一個 然後我就會覺得 幹嘛這樣說我 後來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我就轉念了 我就會覺得 那我是媽 那我也要是一批獨一無二的獨角獸 因為獨角獸就是在馬上面加了一根那個 然後加了翅膀 我就覺得 那也很符合我 就是我也很喜歡天馬行空啊 什麼的 然後我就有一天轉念之後 我就開始愛上獨角獸 我覺得你好會自洽 就你好 你好 好會就是自我自己開解自己 因為你與其就是讓自己一直不開心 那如果你換一個角度想 是不是就明朗了 對 我是獨角獸 我即便是馬 我也是獨角獸 我也是獨角獸 我覺得搞得很 對 像你這種即便已經很自洽的 哀人 因為應該不會讓自己這麼易吧 其實就是人家嗆我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跟著笑 可是戲裡面其實還是會覺得 真的嗎 我真的就長得像馬嗎 然後我回去就照照鏡子 好像也有一點點 臉有點長 然後覺得很開心 就是人家說你像馬 我就說我是獨角獸 我才不是馬 因為其實馬獨角獸也是馬 對啊 其實跟馬長的一模一樣 只是多了個跡腳和翅膀 對啊 我自己是一個情緒釋放很直接的人 就是我哭就會哭 可是我生氣是 就像我妹妹說 我平常我99%都是好的 可是如果讓我生氣了 我是直接爆炸的那一種 就是我就是0到100這種 中間沒有過度 沒有 然後我就是對我們家小妹妹 特別容易0到100 原因也是類似我小妹妹 跟妳的個性比較像 他是這樣的 我跟他說 吃東西不要發出聲音之類的 然後他是那種會這樣 故意你知道嗎 然後我當下就是 我會先跟他說 我說 我可以提醒你了 弟弟姐姐要生氣了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的脾氣 你知道嗎 我要生氣了 你很像個媽媽一樣 我跟你講 然後弟弟會這樣 這個倩倩的樣子跟我好笑 桌上拿水 就噴她的臉上 我好想看你演這種角色 然後我直接大吼 我跟你講 娜娜他們都看過 歇斯底大吼大叫 然後呢 然後他就哭了 對 然後我就是會突然就是完全暴走 對 我跟娜娜也是 其實前陣子很長時間 大概有兩年都沒有碰面 一年半 然後可是我好像也覺得 我們好像也沒有分開過 那麼久的感覺 就是因為 不是因為平凡的發檢訊 對 然後我兩個妹妹是很喜歡 打視頻的人 他們打視頻是那種 叫你放在那邊 掛著兩個小時 然後或是我妹 可能要整理行李 要從北京要到上海 她就會叫我陪她整行李 然後就會打視頻給我 放在那邊一小時 然後讓我看她整行李這樣子 哇 他們特別就是貼貼我 那怎麼辦 你有幫他們出過頭 比如說誰欺負他們 然後你站出來 有啊 我就老回網友留言 有時候啦 對 很小 很小 可是就是 忍不住然後去下面回覆這樣 不過真的很小很小 可是 尤其是 因為弟弟現在才剛出來 然後 我跟娜娜 肯定百分之百衝著 就是愛著她做任何事情 因為現在我們也大了 然後 可是以前 娜娜小時候就是 經歷很多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 就是特別會難過 嗯 她這些年 這一路 是我看著她走過來 嗯 然後 我們去戶外教學 我們去任何好玩的東西的時候 她 都更靈性 因為她手會受傷 我在我們家公園玩的時候 可以聽到我妹妹的戀情聲 好像很多事情她都 不會去表達 可是我知道她其實 可能很想跟我們玩 嗯 她其實也很想做一些很冒險 很好玩的事情 可是 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她知道她不行 所以為什麼 一天跳傘 我會哭得這麼慘 我跟你說 因為其實飛機很吵 其實我們根本就 聽不清 對方講話 可是我看到娜娜上去後的眼神 變了 她那個眼神是告訴我說 她現在要做這件事情 妳就想陪她 對 我又想陪她 可是我又不敢 然後我 尤其是我看她跳下去的那一瞬間 我真的是覺得 妳好勇敢 妳好棒 因為 因為我都不敢 然後妳怎麼 就敢這樣子跳下去 妳真的好厲害 我真的好可以 所以當很多人問我說 哎呀 妳妹那麼厲害 妳會不會獻服她 我跟妳們說 為什麼我不會 因為我覺得 我辦不到 就是 她做到的那些事情 我覺得 要人生我重來一次 我做這些事情 我可以像歐陽娜娜一樣 妳問我 我願不願意做 我跟妳說我不願意 所以為什麼 人家說 就不要管那些留言 可是我 我會氣不過 因為我會覺得 你們根本就不懂 她在每一次 考試的路上 她是怎麼樣去練習 只花多少時間 做了多少努力 沒有人知道 可是我們知道 嗯 對 所以我會特別欣賞她 因為妳這樣寫得真好 因為妳這樣寫得真好 我也有 我們倒要 我也有 我有這樣的姐姐 所以那天妳姐姐 講話的那一瞬間 我就開始哭 因為我懂 就是 就是 就是如果 我身邊的親人 我知道她是這麼愛我 我也是這麼愛她 在那個 我本來就是 很動搖的那個 節點的時候 那個聲音出來 真的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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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感動 哈囉 哈囉 你好 你好 很高興認識你 是拍交片是吧 對 走 我們去現場 好 煩你 我幫你點拉提 你看 有了 謝謝